3月6号 来京列席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的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的独家专访 贺一诚表示 澳门将和国家步伐保持一致 紧抓机遇 往前走 贺一诚表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两个方面谈到澳门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澳门的关心 强调了澳门要做好一国两制 澳人自澳 爱国者自澳 也是再次强调 我们委屈都要把它落实好 谈到澳门今年的发展 贺一诚充满信心 今年我们放开了之后 我们的形势有所改变 那我们还有深河区 粤港澳大湾区 这几个大的有力的因素之下 我感觉到我们合以和国家的步伐 保持一致 往前走 贺一诚在2023年财政年度 施政报告中提出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是本届特区政府首要的施政任务 对此他解释说 光靠旅游博彩业对澳门来讲是问题 必须多元发展 这是澳门社会的一个共识 我们大家感觉到光是旅游博彩 这方面对澳门来讲是存在问题 所以必须要多元发展 这是社会上面共同的一个共识 作为经济工作来讲 我们是有一个目标 还是有一个系统的安排 我们大健康产业 就是和我们大湾区共同去发展 第二来讲 我们的有关的科技行业 因为澳门科技比较弱 我们一定和内地的科学家 共同去发展这个产业 第三来讲 我们会展零售这方面 也是我们的强项 是我们在现在深河区里面的 一个发展目标 这也是我们融入了国家 总体的发展大局 贺一诚说 这不仅是澳门在深河区的 一个发展目标 也是特区融入国家 总体发展大局的其中一环 特区政府将发动 所有在澳门的企业 一起想办法 抓紧抓牢 国家发展机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